成为集体回忆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但是我想是因为可能世界走得太快 因为可能我们的出现是 譬如我们头几年之后断断续续 有些新歌但可能又停了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做新歌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他们又再出来了 可能会就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听到是觉得很开心的 有个回忆给大家 这次是第二次在Shyne开的天赏会 对上一次是十周年 今次是十五周年 这次我想最大分别是 大家在年纪上 这五年的增长 我想是大家各自各对工作的要求 是很大的改变 大家对工作的要求是高了很多 也都很想做一个很有诚意 告诉大家 大家听说我们是下了很多苦工 这些不是我们强项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会去挑战 但是不是很坦白地去 我死都要做好 而是我们真的很想去克服它 而去做一个好的表演给大家看 四面台也是我们这次有两个 很一致的目标想去做的 因为始终 四面台是需要多些经验 我都看了 然后我们就觉得 但是也是感觉上 好像想做一次四面台的表演给大家看 因为好像自己小时候 都会看过很多不同的巨星 像是哥哥、妹姐 在脑里面常常都幻想着 今次自己都想去挑战一下 所以就要用很多时间去排练 其实几个月前已经开始去量度内容 开始排舞 因为跳舞其实不是我们的强项 但是我们这次又想给大家 之前唱歌也是跳的 但是这次想给大家看到 就是好像不是换票性质地去跳 好像真的下了苦工 那尝试一下 希望会有个新鲜的感觉给大家 时间 真的过得很快 你说唱有15年 可能对很多前个月 我们30年、40年 那些才算是长 但是因为那个年代 因为那个年代 现在这个世界可能快很多 所以这些东西都快了 那个年代真的 是十六岁、十七岁入行 基本上真的只有我们两个 是这么小的入行 基本上都可能是十九岁、二十岁才入行 所以那时候 我们一出新的风唇和表演 每个人都说 你好像我的弟弟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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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很有趣 但是那一年很特别 就是特别多 全部都是组合 很多新人都是 例如Youtube 例如Youtube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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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7 很多组合 是新人 那一年 其实很纷纷 好像一个游乐场 是 成为集体回忆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所以 但是 我想是 因为可能 真的是世界 走得太快 但是 因为可能我们的 出现是 譬如我们 前几年之后 续续 有些新歌 但可能停了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做新歌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他们又再出来了 可能会 就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听到 是觉得很开心 有个回忆 给大家 是 天有 天有 所以 所以 一起拍 所以 挺有趣 也觉得挺感恩 因为 例如Aaron的副成 他也是我们自己的目标 他今天做的成绩这么好 也是一个学习对象 然后 是 是 我那时候是 因为那时候 金城武也都 我们台湾 哪个 因为台湾 我们的经理人 也是金城武的经理人 所以那时候 很记得 我们过去台湾的时候 我还第一次真的见到他的时候 我是 十六岁 还没入 即还没出道 过去才见一见台湾的同事 我还在睡觉 然后罗兰基 音马大眼 金城武就站在我前面 然后我就 磨了 然后就说 你自己睡吧 没事 然后就说 我没事 其实 即 即 即 在你前面 哇 我到现在都很深刻 我小时候找到你的签名 是吗 有一次在 那时候 红磡 我经常住红磡 没有 有一次就见到他 我真的 那么小时候 我就拿一张纸走过去 他在快餐店吃饭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 现在想起来 怎么快餐店 我经常去的 然后就找他签名 很赞大 很紧张 还留在这里 有 很紧张 但这个真的 他只收了 不知道去哪里 是